法院上個月裁定港珠澳大橋香港斷工程的環境評估報告不符合要求 要求環保署撤回工程許可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開會討論廣深港高鐵工程的進度 有議員關注高鐵工程會否受到裁決影響 特首就這麼高調又說有同僚又說有議員又說有政黨又說有政客在這裡搞三搞四 但是來到鐵路事宜小組沒有影響的進度 運輸及火局副局長邱成武說 工程已經獲得有效的環評許可證 現在這條高鐵的項目本身由於是已經經過了環評的程序 許可證亦都出賣 而且我們都在開工 所以我們覺得環評許可證是合法和有效的 所以我們按照這件事繼續開工 對我們的工程是沒有影響 港鐵公司的代表則說 每月都有向政府提交高鐵的環評報告情況 工程進度合乎預算 相信不會超支 香港歡頻電視機 仔麗然影響